华联省政府提升乡镇公共运输服务 争取到8000万元经费 明年要建置400座功能性的智慧站牌 这是在11月截牌之后使用至今 有游客反映 后车停空间过小 无法遮风当雨 未来要建置的400座功能性智慧站牌 是否可以有所改进 华联省政府为了提升乡镇公共运输服务 争取8000万元的经费 明年将建置花东纵谷 240座的智慧站牌 台11线160座 会在明年陆续完工 而今年度接牌所使用的智慧站牌 就民众觉得站体太小 在下雨天等公车还是容易领域 减少了智慧站牌的功能性 那等于说现在目前的这个后车停呢 智慧站牌呢 是让我们的这个观光客呢 能够了解我们到站的这个车子呢 大概要多久会到 然后还会有其他的功能 就是说让游客知道说我们这个智慧站牌呢 还有其他的观光景点的位置 那目前呢 最近接收到的一些民众的反应就是说 我们现在目前的智慧站牌呢 这个如果下雨天呢 等于说没有办法让我们的这个游客呢 能够在我们的智慧站牌里面呢 躲雨 因为这个雨量如果太大的话 根本就是没办法让我们的游客呢 能够安心的在这边后车停来做智慧站牌这边呢 来做一个等候车子 因为雨量太大的话就也会临到身体 那是不是我们明年度还有400座的这个智慧站牌的部分呢 是不是能够请我们相关单位 我们交通队 交通科 然后包括我们这个观光重管处这边 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设计呢 再加以改善 让我们的智慧站牌呢 能够多功能的来使用 不过还是有些外地游客在观光景点看到花莲能够设置智慧站牌 是给予了正面的评价 先议员徐雪玉在智慧站牌进行资讯的了解时也发现 资讯内容的提供还是需要正确完整 才不会让游客来到观光景点看了智慧站牌 给的资讯走错了方向 使得花莲县政府原本的美意大大打折 记者林杰说风箱 采访报道